今天来用烤箱和锅子两种方式做猪肉腹 看看有什么不同 切下的肥油可以留着炒菜 瘦肉放进搅拌机搅打 没到位的再剁上几下 按屏幕加上调料 用手顺时针搅到起胶 正常我还会摔几下让肉结实点 肉馅夹在吸油纸中间 按压擀平 不能太薄否则容易断开 烤箱设定好时间就行 中途记得刷蜂蜜 接着是锅子的做法 家里的锅特别多 煎牛排的炖煮的 连煎鸡蛋都有状用的 不过最常用的还是这口苏布尔犹太锅 无涂层还看粘 特别耐造 加热后去掉吸油纸 需要反复翻面 因为锅里没有涂层 即使用铁厂来回接触 也不用担心涂层脱落 长时间少油煎肉也没问题 健康多了 同时看粘效果也很好 犹太合金本身就看粘 表面磨砂还能锁油形成油膜 有双重物理看粘的效果 放一点油就能煎出完美鸡蛋 猪肉腑油煎到焦褐色的状态就是熟了 在表面刷上一层蜂蜜 撒上白芝麻就可以出锅放开 这是烤箱出炉的样子 炒锅做的有微微的焦香味 两种方法都很好吃 蜂蜜的甜味很适深入 让猪肉腑吃起来更香 宅家爱吃小零食的 可以动手试一试 炒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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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锅